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袁國勇教授在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作出了一些呼籲 他說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疫區 而且要有心理準備 在今年年底前 都要繼續避免外遊和做足個人的衛生措施 保持社交距離 他說守得越久 有安全疫苗和新抗病毒藥物的機會越大 而且他估計 情況去到夏天的時候 可能會稍為改善 但是到了冬天 又有機會出現一些外地輸入的個案 不過暫時未見到 傳染性或者毒性有加強度 根據袁教授的說法 即是說 有時間都未能收科 到底這個衛生防護中心的張竹君醫生 他怎樣回應袁教授的說法 他這樣說 同意袁國勇的說法 疫情不像是可以停止 相信未來香港 可能要改變政策 將病情視為較嚴重的流感個案去處理 但是需要再討論本港的醫療設施 是否可以接收相應的病人 現在仍然希望儘量拖延疫情的爆發 期望不可以有太多人同一時間受到影響 張竹君醫生你到底在說什麼 視為嚴重的流感去處理 兩者之間是否可以相提並論 到底你這個說法是基於科學的根據 或是出於政治和經濟的考量 不能亂說 一般的流感會不會有那麼多後遺症 肺會不會花了 現在你特區政府就聲稱 有一班的病人就已經是傳遇出院 到底這一班人你有沒有對他作出醫學的追蹤 這一班人會不會出現什麼後遺症 而你特區政府是故意隱瞞和不公佈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康復的定義其實就是幫病人採養兩次 抽取了兩次的樣本以後 化驗得出的結果是陰性 你就說康復了 但是你有沒有對他持續追蹤 他有沒有什麼不妥 你好像從來沒有說過 即是一些後遺症都沒有 大陸都不會說沒有 你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公開這些資訊 你不要說病人的名字就可以 但是市民都要知道有沒有後遺症 是不是呀 這些資訊就應該是公開透明 就不要收藏 那些記者也都應該要問一下 究竟那些所謂出院的人當中 他們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是不是非常之良好呢 如果是的 你就跟市民說 說沒有後遺症的 那你也要說的 不說市民鬼知 而且你張竹君醫生就提到 說未來香港可能要改變政策 將這些事視為 嚴重流感去處理 那就是說所有的陸路口岸要全面開通 繼續加強中港兩地的人流 而且那些中小學幼兒院 全面復貨 洗鬼停貨 是不是這樣 你說這些說話出來 到底有沒有三思 你這樣會不會令到有部分的市民 將警覺性降低了 就覺得沒事了 相信政府沒事 那就會出事了 你張竹君醫生自己也說 其實就是要拖延那個爆發 不要使同一時間那麼多人去求診 因為醫療系統一塌的時候 其實就會出現大規模的感染 因為處理不了那麼多 因此在目前的階段 你就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什麼視為較嚴重的流感個案處理 你會使得有部分的人調以輕心 就會覺得 生活可以回復正常 全部正常 沒事 可以繼續去喝茶 繼續打邊爐 那就糟糕了 是不是 你作為衛生部門的官員 麻煩你講每一句說話之前 都想清想錯 對於那些市民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 除了這些官員以外 有些市民都是不知所謂 日本方面就宣布了會由 星期一的凌晨時份開始 暫停 對港澳旅客的免簽安排 有些人 就特意去改機票 給1400元 就要趕及在暫停免簽安排之前 進入日本的境內 那麼他這麼急去做什麼 原來只不過是去旅遊 這名姓陳的旅客 和他的朋友 原定在明天才出發 只是去日本旅遊 只不過如果明天才到 免簽安排就暫停了 所以 他們就決定 每人各自花了1400元 要更改機票 到今晚就出發 他就說明了 很擔心日本的情況 但是 因為他很想去旅行的關係 所以就冒險出行 另外有一名在日本留學的 朱小姐就說 原本在14日才回去日本 但是得知日本有這個安排以後 馬上就改機票 到今天就出發 他就說擔心日本的情況 但是4月頭就已經要開學 所以提早回去就好一點 那麼他又提到 日本現時的防疫用品 很多都是被搶購一空 故此 他早前在日本買回來的用品 就要拿回日本使用 這個就沒得好說 劉學生 迫著也要回去 除非就向校方申請延期或暫緩 甚至乎那個學期就不讀 但沒什麼人有這麼大決心 這個沒什麼好說 但是那些說特地走去旅遊 有沒有自私一點點 真是 明知日本的情況已經恆恆恆 比香港就更加嚴重 你還走去日本那裡 傻哩弄沖搞什麼 到其時有什麼飛機停航 就不要要求特區政府 又要安排專機 那些人告訴你 那些人是明知的 那隻公主號的人已經是不抵可憐的了 你這些人還要去 前赴後繼日本的旅遊 你搞錯呀 這次真是麻煩 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 和決定 扶責任 不要到其時有什麼事 比如說 飛機停航 不能回來 制留 又在哭哭哭忽 又要求特區政府要安排專機 安你老爸 到其時不要又說 那個人都是香港人 都應該要盡力安排他回來 浪費了公帑 浪費了資源 你自己去決定 是不是 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你看到老虎 你就不要哭哭哭忽 你又求人得人 告訴你這些叫得償所願 今天國泰就宣佈了 從明天開始到3月28日 將會暫停所有來往香港和福江 明古屋 紮坊 和東京羽田機場的航班 港龍也宣佈 從今個月的13日起 暫停所有來往香港和東京成田 大阪關西機場的航班 直到28日 這些人你自己看清看楚 不要到其時就在嘰嘰呱呱 黑人爭到極 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 好 接著就想說一下關於 發生在今天下午時份的大埔遊行 本來整班街坊 就是要出席一個居民諮詢大會 大家就要談談到底 應不應該把這個 大埔馬會診所列為指定的診所 好了 當然 在這個 資訊大會期間 有些人就是走過去馬路 演變成為一個遊行 接著這些警察就要到場鎮壓 本來那些人走 就有得他們走 是不是 你這些警察 就故意挑起事端 他們在這個區域走完都散了 你就去到處噴人 拿那些胡椒噴霧 噴那些沒有參加的街坊 有些是沒有參加的 那些鏡頭拍得很清楚 今天又是每個人都抬走去拍做直播 有些沒有參加你就不要亂噴 有參加的你又在這裏作出一些 神經病的行為 包括什麼 你到處抓人然後抓到人以後 竟然整個身體坐在別人的身上 在馬路那裏 你搞這些行為做什麼 要拘捕你就要拘捕 要拘捕就鎖你也不用這樣 你整個人坐下去是有重量的 被你坐著看到的畫面是瘦鬼猛來的 分分鐘骨折也有肢 還有有記者就拍到 你這班傻子 連中年的男人都要制伏在地上 其中一名的防暴警察就按住了那個 中年的男人在地上 另一名的防暴警察 他就背著一支胡椒蛋槍 那個槍頭 麻煩你真是看著人 你這個槍頭一度的距離就跟被捕者的人頭 是差幾厘米 你擦槍走開就射中人的頭 射穿頭 你這班傻子是不是瘋了 是不是瘋了 昨晚這班警察就已經展開了 所謂大手捕的行動 已經採取一些不知所謂的手段 你拘捕人你就拘捕人 你用不需要上到別人家的時候 又關燈又拉窗簾 別人區議員問你 你又不認人 直至有消防員去到的時候 你才迫於無奈開門 到了今天 這班警察就拿著一支胡椒噴霧 好像非常亢奮 起亂噴亂射 好像制了你很久 不知所謂 麻煩這班警察全部去看看 臨床心理學家 看看你的精神狀態是否適合執勤 才好上班 整班人都在不務正業 護理單刀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